大家好,今天给大家说的这本书叫做《钓鱼》 不是水里游的那个鱼,是鱼妹的鱼 这是一本经济类的书,作者是两个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 一个叫做阿克洛夫,另外一个叫做希勒 都是经济领域的大声 我先说说我对这本书的感觉 这是我读过结构最清晰,语言最流畅的一本诺奖得主的作品 书里没有任何尖色难懂的概念 而且拿写作风格也很接地气 就像我给大伙说书一样 三部一个大总结,两部一个小总结 就怕大伙听不懂 这本书写的也是这样的风格 让人看了心里头暖暖的 就是特别照顾读者的这种风格 这本书其实就讲了一个主题 就是欺骗在自由市场中的特性 以前我们都认为 骗子是这个社会中的一小作没有底线 一小作特别坏的人 但是这本书的作者认为 欺骗这个现象可没有这么简单 它是自由市场里面必然会发生的现象 其实就跟癌症是一样的 以前我们都认为 癌症是由外部的细菌和病毒感染引发的 我们在拼命寻找病原体 后来才发现 癌症根本不是这么一回事 它本身就是我们体内那些健康的细胞 突变来的 那些变异的细胞本身有过强的抵抗能力 然后开始攻击其他健康的细胞 发现这点之后呢 那治疗癌症的方法呢 就从寻找病原体 转到了用化疗的方式来降低自身的免疫系统 这才找到了治疗癌症的根本方法 这是方法上的一次质的飞跃 其实经济问题也是一样的 以前那我们都是以为是由于外部环境的原因 比如说政府监管不利 比如说就业环境不好 由于这些原因导致了大量的骗子出现 但是这么说的两位作者认为 根本不是这么一回事 这其实是自由市场的特性决定的 就是说人们在自由市场中呢 可以自由的做生意 自由的买卖 其实换种说法就是啊 我们可以自由的骗人 自由的被骗 这才是自由市场的本质 如果我们没有意识到这一点 还把欺骗这种现象当做一种 由于外部原因产生的现象 那可能就把错卖了 会引发巨大的社会问题 小到个人财产的损失 大到经济危机都有可能发生 下面呢 我就分三个部分来给大伙说说这本书 第一部分呢 我会讲一讲古今中外的一些诈骗案例 第二部分呢 我们就来分析一下诈骗的深层心理原因 和骗子普遍用的一些手段 第三部分我们来讲一讲 预防被骗的一些方法 先看第一部分 主流的经济学都会假设 我们人是理性的 每个人都知道自己想要啥 然后市场会通过亚当斯密所说的那只看不见的手 来自由的调节 最后让市场达到一种均衡的状态 打个比喻 就像在超市里面 在收银台前排队 不管有多少人 你放眼望去 总会发现在每一个出口的队伍 它都是一样长的 为啥 因为每个人都会去选择那个排队人数最少的队伍 最后的结果就是 所有的队伍都是一样长 这种每个人都选最有利自己的那个选择 最后让环境达到一种均衡状态 这在经济学中呢 叫做市场均衡 是自由市场有效运作的根本原因 但是在作者看来 这个原理呢 它也同样适用于欺骗 我们既然能创造出 利人利己的双赢模式 那也一样能创造出 损人利己的单赢模式 只要是有利客图 这两种模式都会不断的被完善 也就是说 只要我们身上存在某个弱点 可以被用来赚钱 就一定会有追逐利润的人 去填补这个空白 去利用这些弱点去赚钱 这个和个人道德修养没啥关系 就是说你不干 自然会有其他人来干 这就是市场规律 那作者呢 就把每一个骗子 都会自发的填补 欺骗市场空白的行为 叫做欺骗均衡 这个欺骗人的手段呢 当然就是五花八门 千变万化了 但是呢 本质上他们都是一样的 就是利用人们注意力 转移的那一瞬间 来实行诈骗 你看魔术师 应该算是正规职业中 最会骗人的吧 我们甚至要掏钱去看 人家怎么骗我们 其实魔术师的哪出绝活呢 就是操纵注意力 他们通常都是 让你注意他们的一个动作 当你只注意这一个动作的时候 他们往往在其他地方做手脚 而且他们总会找到 我们注意力的盲点 我们的大脑呢 有一个特点 就是一次只能干一件事情 你可能会说 啊不对 我平时呢 可以同时处理好多事情 我可以一边听歌 一边戏完 这其实都是不需要使用脑力的 都是简单的机械运动 你试试你能不能一边打电话 一边做数学题 如果你这样做肯定会乱 我们平时说的同时干很多事情 其实是说的是多线程工作 就是从一件事情上的注意力 迅速切换到另外一件事情上 并且迅速投入进去 中间没有明显的缓冲 而不是说同时可以干好多事 比如说梁文道 我同行也在优酷上说书 他那就可以做到 快速的在事情和事情之间 来回切换 这边刚和你谈完话 一转身 他就能很投入的看书 那为啥 因为他练过禅修 心很近 那我就不行了 我做一个事情 投入进去之后 就往往出不来 如果迅速转到其他一件事情上 我就注意力不会集中 我就老想以前 那个干的那个件事情 所以呢 我一忙就会出乱 诈骗的类型 大致可以分为两类 一类是信息型的 一类是心理型的 信息型的就比较常见 就是利用信息的不对称 就是说 我故意隐瞒信息来骗人 也就是我们平常说的下套 我故意布个局 来让别人往里跳 我们国家古代最会下套的人是谁 我觉得应该算是诸葛亮吧 你看 三五茅庐 空城记 连环记 木马阵 全部都是套路 不过古代战场 拿崇尚的文化 就是兵不厌诈 我能把你骗了 能赢得这场战争 就是本事 你看孙子兵法上面 三十六计 教的全是怎么下套的 全是套路 其实我们的文化 我们的文化某种程度上 他还真的是赞扬那些耍心机的人呢 一个有心机的人 他往往就被描述成很聪明 在近代 那被称为最会下套的一个骗子 是一个叫做维克多的法国人 他干过最牛的事情 你猜是啥 他把F2T反复倒卖 听得不可思议吧 他本来呢 其实就是个小混混 平时就传在赌场呀 酒吧里混 靠出点老钱 刷点小聪明过日子 有一天 他碰见了一个骗子行业的高手 这个高手就对维克多说 骗子他也是有等级的 像你这样整天混日子 实在太没出息了 限制一个人发展的 就是他的认知边界 你的想象力有多大 你的成就就有多大 所以你要好好用功 努力发挥自己的骗人天赋 要努力的提高段位 这一番点拨之后 这个维克多可就被激活了 这不怕骗子聪明 就怕这个骗子又聪明 还勤奋 维克多就开始使劲钻研话术 研究动作语态 学习各国的语言 最后就让他练成了 可以在任何角色之间 随意穿梭的技能 他可以模仿任何人都特别像 有一天呢 他没事就在家里看报纸 报纸上呢 有一则新闻 报道了埃菲尔贴他 怎么维护的问题 因为当时是法国庆祝 大革命胜利的100周年 政府就决定 建造一个标志性的建筑 来纪念一下 最后呢 经过筛选 一个叫做埃菲尔的建筑师呢 就从备选方案中脱颖而出 后来经过两年的建造 建成了当时世界上最高的铁塔 后来就用埃菲尔的名字来命名 叫做埃菲尔铁塔 这个铁塔修成之后呢 政府发现 哎 票是漂亮 但是这个维护费用相当的高 如果不定期维护 专么大的一个建筑倒下来 那可是要人命的 所以就为这个事情发愁 维克多看到这个消息之后 眼睛一亮 他想出了一个主意 他伪装成了一个政府官员 然后找了六个特别有钱的钢材经销商 给这六个人说 政府呢 嫌埃菲尔铁塔维护成本太高 决定把它拆掉 那留下的钢材呢 准备卖掉 那到底卖个谁呢 你们六个来竞标 价高者得 这六个经销商一听这个消息 眼睛都红了 F2贴他 那是多少吨刚才建成的 那要是把这笔生意做成 那还得了 所以六个人就开始竞标 杀的就是相当惨烈 其中一个经销商呢 回家后就给他老婆说这个事 他老婆就很敏感 这个女人的第六感 确实有点神奇 说这么大的一个事 咋就没听说过呢 还弄得神神秘秘的 这里面肯定有诈 这个维克多其实呢 早就把这些突发情况 他都想好了 他就给这个官员说 说政府要拆这个铁塔 但是呢群众不愿意啊 大家都特别喜欢这个铁塔 所以呢 这个事情呢 一定要偷偷干 他还告诉这个经销商 说我就是一个贪官 我就是想在这个事情上 自己也捞一笔 这个经销商一听 欧雅这个心理就踏实了 他最喜欢贪官了呀 所有的疑虑通通打消 然后痛快的把钱给付了 维克多当然就拿上钱就跑漏了 然后呢 他用同样的方法 来来回回把F2铁塔 倒卖了好多次 一下子就在骗子界成名了 后来呢 他又干过很多大事情了 其实都不是为了骗钱二骗 而是为了寻找更高难度的挑战 比如说他骗美国最大的黑帮大佬 伪装成地产商 向这个大佬先借了5万块钱美金 做项目 然后呢 两个月后又把这个钱 原封不动的还回去 说哎呀 现在形势不好 如果我这么做你可能会赔钱 哎这个老大一看 哇 这个小子义气啊 还替我着想 顺手就给这个 维克多给了2500美金 他其实就是为了挣这2500美金 来设计这个圈套的 那最后他是怎么被抓住的呢 其实和我们现在最有效的监察方法是一样的 就是情妇举报 他被抓住之后呢 就被送到了世界上戒备最森严的传说中的恶魔道监狱 最后因为肺炎死在里面了 他在临终前呢 把他一生的骗人精华总结成了一套新法 被行骗行业称为行骗实际 特别有意思 我给大家念一念 第一届 永远要耐心的倾听对方 第二届 外表永远要保持活力 第三届 永远等待对方先表明政治立场 然后再附和 第四届 永远等待对方先表明宗教立场 然后再附和 第五届 要经常说亲密的暗示性话题 但是不要发挥 除非对方表现出强烈的兴趣 第六届 不要谈论任何疾病 除非对方特别关注 第七届 永远不要打听对方的隐私 反正最后他们都会自己说 第八届 永远不要自吹自擂 要自然而然的显示出你的身份 第九届 永远要一观整洁 第十届 永远不要喝醉 哇 你看这十届说的好不好 我感觉就句句都是金句 其实要做到这些呢 是需要超强的自我管理能力 超强的自我控制能力 所以任何一个行业 想干到最好 那都不是容易的事情 维克多的官用方法呢 是社局下圈套 其实就是利用信息不对称来诈骗 其实信息类的诈骗 想得逞 它在我们现在这个网络环境下 它会越来越难 为啥 因为我们现在信息共享呀 比如我刚来北京的时候 我就想找一份后期特效的工作 然后呢 就在网上应聘 去了好多家公司 结果呢 就是一应聘就通过 一应聘就通过 我就想 没这么神奇吧 我这么优秀吗 他们连我的作品都不看 就直接通过 然后让第二天让我收拾行李 跟他们去聚组 我就觉得肯定是哪里不对劲 然后呢 我就上网查 一查那才知道 原来呢 北京有好多这样的诈骗机构 他们就把一些刚来北京的 不知道情况的北漂 聚到一块 然后呢 交一笔押金 大概是个几千块钱 统一管理 最后收各种各样的生活费用 如果你收不了 你就走 押近不退 他们就是骗这个钱 那肯定有人上过当呀 然后这些人就把受骗的经历 放到网上分享出来 其他人就可以通过网上来学习 来避免自己受骗 所以这个信息诈骗 在现代环境下 只要稍微留点心 是比较容易识破的 还有一类诈骗呢 是作用于人们心理的 利用人们的心理弱点来进行操控 这类骗局呢 通常就比较难识别 或是说 就算你识别了 你也没有办法摆脱 因为它会让被骗的人啊 觉得这是我心甘情愿做的决定 这是我的自由意志做的决定 这个心理类的诈骗 它也分为两类 一类呢 是感性超越理性的 比如说啊 去健身房健身 这个其实不算欺骗了 但是呢 由于这个例子 实在是太形象了 哎呀 我就觉得必须得说 这个健身房办理会员呢 通常有这么几种模式 一种呢 是按次收费 就像我们公司楼下的那个健身集装箱 一次50块钱 第二个种呢 就是按月收费 一次呢 一个月或是三个月 还有一种就是按年收费 你一次可以交个三四千块钱 然后你一年 什么时候都可以去 我们大多数人呢 健身次数一个月只有四次 这个评测呢 能坚持下来 就已经算是少数人了 大多数人呢 就是办完卡之后 就再也不去了 其实这种情况 按次收费 应该是最划算的 但是呢 一般人都会办月卡 为啥呢 因为他们在办卡的那一瞬间 脑袋里面 是对自己超有毅力 每天都可以去健身房的 一种完美想象 大多数人都会高估自己的毅力 这个人数呢 是占去健身房人数的98% 健身房呢 其实就是赚那些办了月卡 但是只去一次扔的钱 另一类是对现实的认知 存在障碍 其实通俗点说 就是没常识 比如说庞氏骗局 庞氏骗局 你可能听过 那啥是庞氏骗局呢 其实呢 他的名字是来自于一个 意大利的男子 叫做查尔斯庞兹 这个庞兹呢 这个学历还可以 上过大学 但是呢 他走的路可和一般的大学生 可不一样 他特别爱赌博 学习成绩也特别差 属于纯瘸杂类型 毕业之后呢 因为太混 他找的第一份工作呢 是一份邮递员的工作 然后干了一段时间之后 觉得没意思啊 就去美国求发展 来到美国波士顿之后呢 找到了第二份工作 在一家银行做出纳 这个时候呢 他就遇到了一个事情 他在的那个银行啊 利率特别高 很多人就在这开货 很多人都过来存钱 但是呢 他是做账的 他知道 这个银行呢 大多数都是坏账 老板是在拿别人心存进来的钱 给旧储货 给利息 结果就是撑不了多久 然后银行就倒闭了 老板拿了钱跑路 庞兹经过这个事情之后呢 然后就失业 在家带业 有一天呢 他收到了来自意大利的一封信 而这个信里呢 有一个国际回信卷 就是寄信人放在这个信封里的一种凭证 收信人呢 可以通过他来兑换成本地的邮票 就不需要自己去买邮票了 这是机器人希望对方回信的一种礼貌性的动作 那时候呢 意大利刚刚打完第一次世界大战 通国膨胀特别厉害 这个油资特别低 但是在意大利买到的国际回信卷 在美国却能以四倍以上的价格兑换 他以前当过邮递员呀 里面的路子都清楚 而且这还属于套利行为 不属于违法行为 这下他就发现商机了 开始大规模的复制这个方法 那他要一直用这个方法赚钱 那也不错 但是别忘了 他还干过第二份工作 就是银行的出呢 他又把第二份工作学到东西用上了 自己开了一家证券公司 和自己以前老板的做法一样 开始用特别高的回报率 吸引别人来买他的债券 就用这个方法 他的资产呢 仅仅用了三个月的时间 就从3000美金涨到了300万美金 就在当时那个经济环境下 一下就出名了 后来这个庞兹还上过美国的时代周刊 在这个杂志里面 他说过一句特别有名的话 他说啊 我口袋里面呢 虽然只有两块五 但是呢 我心里装了100万 这句话的出处 其实就来自这个庞兹 他在时代周刊上说的这么一句话 那最后结果啥样呢 最后结果 其实就跟他的老板是一样的 这个新公司呢 没成多久就被别人识破 最后倒闭 他的所有资产全部没收 但是由于他这个事情太出名了 所以就变成像教科书一样的案例 可以说是他把这种诈骗方法来发扬光大了 后面呢 又从这个模式上也划出了大量的诈骗手段 什么以利神 什么尼日利亚419信件 连环信 传销 万里大造林 各种各样五花八门 用人头来堆成金字塔的推销模式的鼻祖 他都是庞兹 简单来说 庞氏骗局就是利用新投资人的钱 向老投资人支付利息和短期汇报 以制造赚钱的假象 进而骗取更多的投资 这种用巨大的利润来吸引人的方法 威力特别大 因为像金字塔式的推销模式 它就像一个游戏 它的特点是 规则清晰 反馈及时 目标明确 它的难易程度还可以把控 哇 这整个就把它设计成了一套游戏了 在这个游戏当中呢 每个人都面临一种处境 就是成绩的好坏 全部它都嫁接到一个人的努力程度上面了 你看 你只要挣上钱 你就是努力 你挣不上钱 你就是不努力 和我给你的游戏规则没有关系 我前几天坐地铁 在这个地铁十号线上就碰见这么一个姑娘 这个姑娘呢 大概二十五六岁的样子 扎着马尾便 看上去还挺精神的 然后手里拿起了一个纸袋子 然后呢 他就从坐上地铁的那一刻 然后就开始跟每一个人说 说你看 你买我一个压膏吧 只要98块钱 我必须要完成这个任务 求你帮帮我 就这一句话 他不断的重复 和每一个人说 他的语速还特别快 感觉是特别着急和害怕 当然这种方法 这个成功率也很低了 很多人一看嘛 就是传统的传销手段 然后就转过头去不听 那当他走到我这的时候呢 我就给他说 我说你能力这么强啊 你可以毫无障碍的 和每一个陌生人说话 你要是进一家正规的公司 再练习一下这个销售的话术 肯定可以赚到钱 你现在是净错公司了 然后我就想暗示他被骗了嘛 这姑娘呢 就对我说了一句话 他说我不是进错公司啊 卖不出去东西呢 是我能力不够 你看他把责任归掉到自己身上 这个事情对我触动特别大 行有不得反求主解 多么稀缺的品质呀 但是呢 就是被传销公司给利用了 从传统的金字塔式的卖货 到完全虚拟的纯粹拉人证货员费 形式是各种各样 但是呢 本质它都是庞氏骗局 就是利用人们想发财 想不劳而获的心理 对别人进行操控 很多在庞氏骗局当中的人啊 他知道这是一个骗局 但是呢 他自己为了挣到钱 他也会变成一个帮凶 他也会变成一个骗子 这就是属于心理类的欺骗 一旦进去就很难摆脱 随着科技的发展 我们现在的诈骗手段就更丰富了 比如说很多人都收到过诈骗短信吧 很多诈骗短信它还是全微的官方号码啊 比如说10086 比如说95558 这是中国移动和银行的官方号码呀 很多人看到这个号码 它就容易中招 其实伪造这个号码的方法特别简单 只要利用一台叫做伪基站的设备 其实就是一个干扰器 加一台笔记本电脑 就可以伪造成任何电话号码 这个设备呢 它还可以全法 只要这个设备它在你的周围 它就能模仿任何号码给你发短信 很多兼职 它就是做这个工作啊 身上背个背包 里面放上笔记本电脑 然后沿街去转 这一趟转回来 就能发出去几十万条短信 这个短信的内容呢 其实无非就是 让你点某个连接 让你领奖 把银行卡和密码都输进去 然后他们把钱转走 稍微复杂一点的诈骗短信呢 就是利用恐吓 比如说他们告诉你 你的账户信息被盗了 已经有公安机关干预 有人要拿你的账户洗钱 现在资金不安全 需要转移 然后最后给你一张银行卡 让你把钱转过去 我就经常收到这样的短信 手机一下就没信号了 你怎么弄都没用 你重开机它也没有用 然后呢 就会接到这个诈骗短信 它是10086打来的 让我点一个连接 然后就撬转出去 所以啊 这个提高警惕 别随意相信那些权威号码 在现代也是要特别重视的 那为啥我们那么容易被骗呢 为啥那些骗子 怎么样都打不干净 他们总是有市场呢 这是因为啊 我们每个人都有弱点 或是不叫弱点 叫特点 我的原则呢 就是改不了的东西 我们就接受它 所以呢 我们管它叫特点比较合适 我们每个人身上都有五种特点 特别容易被骗子利用 第一个特点是啊 我们都崇尚礼上往来 很多卖假药的骗子啊 就专门用这点来骗老人 就告诉这些老人说 我们店里免费听课 免费做检查 免费提供午餐 这个老人呢 就是觉得反正也没事干嘛 就去看看呗 有的老人他还很精明的 为了防止被骗 他身上不带钱去听课 但是呢 一套课停下来 一套检查做完 一顿饭吃完 他们通通开始往回走 干嘛 回家拿钱买药 总之呢 只要去听课 只要进入他们下的那个套 就会中招 很多片人都知道 利用这种礼善往来的特点 先给你给东西 先对你好 因为他们知道 迟早你是要还回来的 我们身上的第二个特点是 我们都习惯对喜欢的人 表现出友善 很多上门推销的人 就是在这地上做足了功夫 他们敲开房门之后 只要看到老人 就喊爸妈 只要看到年轻人 就喊歌节 反正就是让人一听 就有亲切感 先让你喜欢上我再说 等你喜欢和我说话之后 我再顺水推舟的卖你点东西 那不就是很容易的事情吧 第三个特点是 我们都不喜欢挑战权威 你看电视上的那些推销广告 他们一定要反复的说 我这个产品有什么什么证 什么什么权威机构认证过 有什么什么人给我代言 他们就喜欢利用权威 来给别人信任感 第四个特点是 我们都喜欢随大流 比如现在的微信公众账号 很多人拼命的刷点击量 现在的淘宝卖家 很多人拼命的刷销量 为啥 因为看的人越多 他看的人他就越多 这是有跟随效应的 如果别人都看了 然后你没有看 你就跟别人没有共同话题 你就out了 所以我们大多数人 都有随大流 不想成为局外人的 这么一个特点 第五个特点是 我们都有损失厌恶 就是说 相比于我们获得某种东西 我们更不愿意 失去某种东西 那骗子那通常就会利用 这五个特点 来对我们进行操控 他们个个都是 把控心理状态的专家 很容易就能发现 我们的心理特点 然后针对性的 对我们进行操作 那怎么做才能不被骗呢 那怎么做才能预防呢 不好意思 除了警惕 多招联系一眼 没有什么别的办法 因为现在都是大数据诈骗 就像我们前面说的 那个基站发射器 一天就能发射出去 几十万条短信 目标人群就是几十万 总有一些人会上当 加上每个人都有 上面所说的五个心理特点 所以骗子 它总是有市场的 其实自由市场和网络的 环境是一样的 我们在享受各种便利的通时 一定是会伴随而来各种钓鱼网站 各种病毒 各种木马 你说有办法让这些木马病毒 不产生吗 压根就没有 唯一的办法就是 装好杀毒软件 提高监管力度 等他们出来的时候 及时处理 我们来总结一下 这部书呢 其实就是主要说了 在自由市场经济环境下 欺骗行为是一种 不可避免的现象 一部分人呢 用自己的聪明才智 创造双赢的模式 另外一部分人呢 用自己的聪明才智 创造损人利己的单赢模式 欺骗行为呢 大概分为两种 一类是心理类的 另一类是信息类的 骗子通常会利用我们身上的 无众心理特点 用转移注意力的方法 对我们进行操纵 我们唯一能做的 就是提高警惕 不贪图小便宜 遇到搞不清状况的时候呢 不要慌 及时的求助别人 多在网上查资料 只要能守住自己的钱包 骗子的任何手段 都是浮云 其实说到底啊 任何一种制度 它都不是完美的 包括我们现在觉得 千好万好的自由市场制度 但是这个是制度本身的错吗 不是 我们享受它好处的同时啊 就要接触它的缺点 总之呢 在自由市场上 除了到处都是机会之外 还有一个特点就是 到处都是鱼钩 所以我们判定出稿费菜式的